轻轨第二阶段将行经大顺路等人口稠密区 住户店家都很担心道路缩减会影响车流造成商圈没落 市议员陈梅娟就召开说明会 邀请市府捷运局听取大家的意见 捷运局主密则表示 如果要变更设计将会拖延完工其成 那么另外改为地下化或高架也有施工上的难度 不同于轻轨第一阶段行经水岸观光区 第二阶段的轻轨行经美术馆大顺路等驻商人口稠密区 恐怕会影响车流和商圈的发展陷入黑暗期 市议员陈梅娟召开说明会让沿线居民表达意见 所以另外那个车到未来还要到晚 你要叫执行的车要往哪里走 四米半的车道绝对是个大灾难 这不是今天黑暗 不是明天黑暗 是外国都黑暗 大顺路只有30米为了保留雨动树 因此铺设轻轨后将由原来的两块一混合车道 变成一块一混合车道 捷运局预计可以减少三成的车流 但议员指出轻轨车速只有30公里 不符合住商需求 而且路边停车阁全部删掉 更造成大家的不便 人民会用这样的一个那么慢速的一个大众运输来取代它的交通工具吗 我觉得这个可以想象根本不可能嘛 可是轻轨一辆车它满载可以载到250个人 相对它的这个道路的使用的评效 是比私家轿车是比这个机车的使用评效更高 议员认为错误的认测比贪污更可怕 与其盖了不合用又拆掉 还不如趁还没有盖之前 把C21到32的轻轨 并更为地下化的捷运黄线延伸线 但捷运局评估 不管是地下化还是高价 施工都有难度 更重要的是并更设计 要行政院重新核定 将拖延完工其成 来的急就赶快改 因为我们现在既然有前瞻计划 可以来运用的话 黄线可以做得到 我相信我们这个段也应该可以做得到 我们希望争取未来 是不是用黄线捷运的延伸的方式 来接我们这一段 C21到C32这一段 那跑它的行政程序 这个行政程序一跑 可能三五年的时间 我们都不敢预测 然后还有相关的环品这一些 那更不要讲说 如果改成地下的话 以这个路段来讲 相关的这些监位 可能至少要增加400亿以上 捷运局表示 铁路地下化和捷运黄线完工后 加上捷运红局两线和轻轨 形成路网 转乘量会增加 渴望减少大顺路三乘车流 但居民只希望轻轨地下化 保有私人运据和大众运据的选择权 两者无法兼得再次考验 民众对大众运据的接受度 港东新闻张世民赖昌邦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